各位观众,大家好,欢迎大家再次回到NURM的频道。 今天继续和大家分享白雪仙的艺术人生。 今天会讲到白雪仙的晚年生活。 在1989年11月29日,任劍辉在跑马地的寓所, 因为肺癌病洗,白雪仙为了纪念她的老朋友任劍辉, 就成立了一个任白慈善基金会。 首个筹款活动在1990年全港公开议演, 经过重新剪接的李后主。 这个李后主也是他们任白最后的纪念作。 在1996年,白雪仙就获得了香港演艺学院班寿荣誉学士。 同年,白雪仙就捐款港币1500万, 就给香港大学。 校方就以校园西边的大楼来命名, 在1996年,白雪仙就亲笔提了任白楼这三个字, 就挂在建筑物的外场。 明明典礼是在11月29日, 任劍辉十世世七周年那日的纪念日来举行。 在1999年,白雪仙就为了纪念任劍辉逝世十周年, 再次放映李后主来做一个筹款晚会。 在2001年,白雪仙就在第二十届香港电影金像奖颁奖里, 就获得这个终身成就奖。 这个奖是由当时即将退休的政务司司长陈科安生, 在2004年,白雪仙就获得了香港大学班授名誉文学博士, 以表扬他在演艺事业方面的成就, 以及对中国传统文化作出的贡献。 同年,白雪仙就为了纪念任劍辉十五周年, 就监制了一出由徒弟梅雪司、陈宝珠、謝雪森、 朱劍丹和龙劍生演出的《重案偽上歌片切》, 就来做了一晚的筹款晚会。 在2005年,他又再次监制由梅雪司、龙劍生演出的《西楼错梦》。 在2006年11月,白雪仙就出了《率领龙劍生》、 《梅雪司》等等,这些初凤名剧团的成员, 在2008年,演出了《唐狄生》的名著《帝女花》。 首先在香港文化中心演出了八场, 后来再移司到香港演艺学院,演出了二十六场。 在2008年,白雪仙就获得了《香港艺术发展局》, 颁发2007年《香港艺术发展奖》的《终身成就奖》。 他就是从特首曾荫权的手里接过了这个奖项。 在2013年,白雪仙就获得《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》颁首《金子经》的《星章》。 第二年,白雪仙就重新编排《在世红梅记》。 就由梅雪司和陈宝珠演出。 演出的地点分别是香港和澳门。 时间到2018年, 同年为了庆祝白雪仙九十岁大首。 有九位艺术家, 用了不同艺术家, 这类型的作品向仙姐致敬和何首。 所有这些作品, 就在香港周济酒店作出了展览。 而作品的照片, 也放在寿宴的长刊中。 在2019年, 就受到戏曲中心的邀请, 就将他重新编排的《在世红梅记》, 作戏曲中心开幕典礼之勇。 就做这个开幕的演出。 就由徒弟梅雪司和陈宝珠演出。 因为大受欢迎, 很多人都买不到票。 就以粤剧界前所未有的先登记, 后抽签的方式来买票。 同年为了纪念任劍辉逝世三十周年, 一众的晚辈和徒弟, 就在军月酒店延开数十席, 就由白雪先致辞, 以表达对饮者的不离不弃不舍。 时间到2020年12月3日, 香港教育大学就颁授了一个 荣誉博士学位给白雪先。 但由于COVID-19的疫情反复, 这个班寿典礼不能在大学校园举行。 改为由校董会主持马时鏗教授, 亲自去到白雪先的府上, 来到班寿这个名誉学位给白雪先。 好,今天分享白雪先的戏奇人生。 分享到这里,暂时要休息一下。 喜欢这条片的朋友, 请大家留言、点赞、订阅。 亦希望大家多多分享我们这条片, 给其他喜欢白雪先和饮者的朋友。 好,下条片继续和大家分享白雪先的戏剧人生。 再见。